就是我們懂字的,是不懂音樂的 是馬上問你,John Annen,Beatles,版本龍一,DM在外是誰 我只想聽歌,我不想看音樂 他是癡的,大家都知道的,是一樣的 而我覺得這個世界是需要一些自己很相信的東西 而不是其他人需要去看或去聽的東西 等於我每次找一個訪問嘉賓,最後都會問 What is music to you? Hey, what time is it? 大家好,歡迎大家在Walentine 今天有兩位堅 DJ 在這裡 一個王智忠,一個Colin 智忠上過Walentine節目,應該是九個月前 智忠是現役的商台DJ,黑席DJ 在Hon Ho Liu是教導通識的 Colin是前身的商台DJ 現在是甚麼呢? 現在是可以按你的名字跨媒體的創作 對呀,很多的,你們不是slash嗎? 對呀,有老師 等下說一下你在做甚麼 你倆好像剛剛回來的 剛剛回香港 剛剛隔了一天,出來 然後發現出來的生活和我隔離的生活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都是留在一個空間裏工作 但去到我陸居,我們都在樓下 我們當然見不到面,經常在面對吃飯 感覺都很接近 感覺是怎樣? 這次比想像中,沒有那麼慘烈 因為我們差不多一頓餐都一起 即是在面對面 聊著吃飯,很溫暖 另外,很多好朋友說 有甚麼Odan,飲品,湯水 魚蛋 黑教唱譜那種車 那個感覺是令到我沒有那麼疏離 個個都沒有得飛 你們兩個還要是這麼近的時間有得飛 你還要去到芬蘭,是不是? 你就去到Hawaii 你知道,你知道 我本身上年的9月,我遲一職 本身在商台做了10年 其實過去10年,我沒有試過在年尾和年頭去飛 每一年都要忙即測 然後到今年這麼好機會當然是飛 然後馬上就買了一張去芬蘭的機票 是不是看極光那些? 對,看極光 其實大部份都是戶外的活動 其實我在那邊我是不怕中 我覺得我應該要玩得重聽很多 而且我只是想不戴口罩 我不怕中,但我怕不能回到香港 所以我還是要戴口罩 始終你好像兩年沒有見過CAN 你的心情肯定難以形容 否則都不會這麼心急 去年暑假已經要有半年的完成 但希望一定能飛 所以我們有一點互相扶持 我們兩師生,兩師徒 我們連訂酒店都在一起 那個感覺 他去很冷,我就去很熱 但回到香港匯合 那個感覺就覺得 重逢 雖然是不可能 HIGH那些 但還是隔著手機 但你知道他在樓下 他還在那邊看著街上 那些人送餐進來 在樓下吃飯 對,送香檳來 我們又誇張養香檳送 那你們兩師徒 那我們入整齊 你們兩師徒 你前DJ 你其實現在也是DJ 我經常都說一句 你一日是DJ 你一輩子都是DJ 因為你那個說話的方法就好了 或者想你的方法 或者那個訓練 令到 雖然我現在一個星期只有兩個小時 你也是一小時 很多時候寫職業的時候 譬如你報關 都好像之前寫了那兩師 EJ 對,一來容易寫 那有沒有人問你在Discord 哪家Discord 對,沒錯 即是DJ還是Radio DJ 還是不知道什麼 沒有人是BOTH 我都 這樣就不是 但如果回答你正經的問題 所以不是前不前到 也不是說前營或者是 就算我做大學 也做了十年多的全職工作 去搞教育 但其實那個思想 去製作節目 或者去想一些嘉賓的方向 或者跟嘉賓對談 都是DJ的訓練回來 那個也是說很久以前的事 所以我一直在想 這個年輕人 雖然現在放下了電視 但其實他也沒有放下 他還在用那些能量 還有那種思維 怎樣都不算不算 話說是十年 不要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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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與日俱真 好像葉波樹一樣 那你如何入行 我們上次那一集 說很久了 你如何入行 我如何入行就是他 因為十幾年前 真的太誇張了 2009年 2009年的時候 我在浸會讀 他是在浸會教的 你不是在康尾教的嗎 之前在浸會教的 之前在浸大 幸好在浸會教了兩年 就遇到我了 因為我幸好在浸會讀了兩年 就遇到他了 OK 然後其實那時候他教了幾科 那時候我在學校有玩電台 就是Hary Campus Radio Hary Campus Radio 有曾經訪問過志忠 志忠 志忠又知道我想做這一行 然後到了2011年 我畢業的時候 志忠剛好回到2003 就做了一個John Annen的特首 本身是短時的 當時是special 這樣做的 然後就變成很長 現在仍然繼續在做 長期的 對 長期的 然後呢 David Bowie 或者同時間 或者Beatles 那時候叫我回去幫忙 我不知道幫什麼 但志忠叫我回去 做什麼都做一下 然後到做一下 程朗的German 就說 很有程朗要人 然後又找了我去幫程朗 那時候正式入了商頭做part time 那時候part time 就是幫Jang買早餐 剪一下聲音 錄一下segment 那要很早 很早 他那時候 Jang都差不多4時起床 他說 他最早那一期 好像4、5時就回到電台 因為他7時開麥克風 那我要早過去 嘗試 有時候早不夠見 輸了 輸了 那當時是PA 那個階段 有什麼東西學到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就是操作上 操作上 或者看著他們做事 其實我覺得我學得最多的是 看著他們做事的時間 無論是至中文 或是Jang 也是 他對於那件事的敬業 是不同的 當年你介紹他入商頭 你應該看到他有某些特質 這個年輕人 他開個熱誠 你要留下一些部分 有一個部分 就是你經常都放學問功課 對呀 這部分我不好意思說 可不可以帶我去電台餐館 對呀 沒有 我當時都是做星期六 上來看看 有些東西 可能手邊是 健康功夫 都要抽歌名 補稅 補稅 補外皮 他會幫忙 我多人你首歌 然後再多些 你試試錄下聲 或怎樣 偶爾都會有這些東西 直至到 情緒下張明 華文年輕人 可以去試的 不是 我現在還有一句話 要跟你說 稍後都會說 我說給他試 因為我覺得 我只可以說 我覺得他很有熱誠 他很有誠意 還有他應該會很看得久 去學習 因為他是一個這樣的學生 而一個這樣的學生 在我那兩年的教學經驗 看得到 他有這些 potential 我就應該給他機會去試 不過 剛才想說 但是你去做這些職位的時候 是有幾種心態的 有一種心態 你一定不可以當自己是妹仔 因為你雖然買早餐而已 但是你應該告訴他 就是我來這裡學習 去做廣播 而不是做妹仔 另一種就是 其實我推薦了之後 不保證你一定可以 成事 就是由兼職到兼職 甚至有你自己的節目 這個其實我是 後一步 來一直觀察 要問一下 怎樣 我的學生怎樣 他一直都給我很多 好好的 feedback 他說 沒有了 然後好像 Weekend 有個 Show 然後慢慢的 你又 Weekday 那個Curve 當然不是 這樣去 看著你一直一步 一步一步一步 因為我覺得 一步一步 越靠自己 而不是人事關係 這個才是耿華 那個才是修煉 我是這樣看的 你那時候在學校做那個校園電台 你那時候在學校做那個校園電台 形式是做什麼 是做節目還是都是播歌 做節目的 做節目的 因為播歌是很煩的 Royalty的 是的 所以那時候播歌最多都是播一分半鐘 或以下 他都可以減少很多 所以都是talk show 那你入電台那個 有沒有一個目標 其實我都是 要做一個DJ 要播歌 或者是 純粹有個節目 給我就OK 有節目 我當然是想的 但其實我最想的 我覺得903這個地方 是可以令到整個人改變 嗯 我覺得我進去是 學他那種 想法的目色 或者 對於 世界觀 是的 他的文化 是的 他跟那些人相處 他已經是一件怎樣的事 是 臨走之前你有做過 明日之廣東歌 是的 那個 你是 要討論回以前那些廣東歌 你有說過 譬如你覺得 miss了80年代 嗯 最輝煌廣東歌時代 就等於你 譬如你 你聽回以前 Detles 或者再早期的那些英文歌 追 你追回那些 嗯 如果追回過 其實現在都追不完 不過我嘗試去追 就是由我 開始做一個Big Day的節目 就是 廣東炮谷 嗯 一個廣東歌的節目開始的 因為 即是那時候就因為 一個甜字人文盲論 就生了一個 不如你專門做廣東歌的節目 然後將一些新的廣東歌 和舊的廣東歌 夾閘給我 那就令到一些舊的人 聽到原來新歌都挺好聽 新的人覺得 舊歌都挺好聽 其實是一件這樣的事 因為剛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是害怕的 就是我已經是miss了很多 以前的年代 那時候我就找很多書去看 就是關於廣東歌的書去看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最快的 即是我一看到 原來我這件事是這樣的 然後聽回他的歌 就已經可以變成一些內容 嗯 還有我覺得那些內容 不是一般的DJ會放進去 他節目裡面的內容 即是我想用這件事 去變成節目的一個顏色 或者是我自己的一個顏色 你追的那些書是說什麼 歌詞為主 歌詞為主 即譬如朱耀惠教授寫過 至中寫過《流星》 即是那一類的書 你覺不覺得廣東歌 在香港 譬如由以前黃瞻 鄭國剛 接著到林鄭、Wyman 接著到現在可能小黑 林伯堅歌 廣東歌是很著重歌詞 多於《melody》 因為我看過Netflix 有一個特輯 是講外國的歌 是《melody》行走的 嗯 那些歌詞是搞不得八 可以是搞不得八 完全是不合理的 廣東歌詞行走 因為我之前呢 跟一個甜詞人吃飯 他只是 我說 曾經試過有一些 唱片公司的人 跟他說 其實這首曲我覺得不太好 不過呢 你寫這份詞 是寫得好一點 即是要靠你去救回那件事 他覺得其實挺不合理的 那你會不會比田詞人的工資更高 其實是這樣 那是嗎 你說呢 問阿黑和阿白 這也是一個議題 甚至可能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不是說曲一定要大一次 或者那方面的平衡 現在有可能好像好一點 因為現在曲風、樂風 甚至編曲人 都很被人重視錯 還有多了很多新團 我覺得這兩年 所以他做這個 就是有他的廣東派 那個電台節目 到他所謂告別作的那本書 和那個展覽 我都覺得是 和那個時代剛剛好 即是算都算不到 而是 就好像一個炸彈一樣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你說得這麼大 當然 讚你了很多討論 讚你了很多年以 所以大家再看著這兩年廣東派的發展 才到達另一個新街 你們聽歌是聽什麼 先覺得是melody 還是先看詞 或者你著重哪一項 首先是歌手 然後是曲人 填詞人 是誰 我有期望的那首歌 即是那首歌是關於什麼 整件事 然後我再去聽那首歌 多數打動你的是歌詞還是melody 老實說是歌詞 我覺得這是關於香港人的教育 即是我們懂字 是不懂音樂的 你必計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 你們做了三十多年DJ 你們播歌每一次 例如臨開咪前 用什麼準則去今晚播什麼歌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之後 我的定位就是 講明你切衝詞 當然我們不會去到那種極端 鑽牛角尖 不難聽 不變態 或者是不冷門 以前曾經有個小小時期 很早年 因為那時候也因為 所謂未有互聯網 你找到一隻 不知道在日本買回來的唱片 只有十隻 你會覺得很興奮 聽起來覺得拍手像 有一個很短的經過 一個經歷是這樣的 很實際 但是到現在 任何歌哪裏都找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更加重要是 你怎樣跟歌 發生了那種關係 消化了之後 有自己故事 和歌手和藝術 當然流動很重要 DJ不是按鈕播歌 和你自己組裝歌曲不同 我們要在說話和音樂中間的流程 好像講完沒有講 但我覺得這件事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做了這麼多年 就是因為每次都還有變化 每次還有挑戰 可能會有一些意外會發生 不是自己預期 每次我都不會把每一首歌 會編到很實 這裏十秒 跟著那五秒 是好像那些故事 我不做這件事 因為我想留多些空間 在真的做Live的時候 或者做Mixing的時候 有那種未知性 你會覺得 那個是跟創作關係大一點 相似一點 這個是我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依然很享受 我在不同時期 有少少分別 我剛剛開始做廣東歌的節目的時候 其實是 因為當時我跟你們說 我看了很多書 那些全部都是很理論 或者很分析 例如我原來 哪個填詞人 曾經試過做 關於什麼題材的五部曲 四部曲 那時候我把很多資訊 放在音樂場裡面 當時我打算有好資訊 很多資訊 會挺有趣的 但做做客發音 其實不有趣 所以不好聽 你發現觀眾不喜歡 因為那些其實都是比較偏門 但其實那些人聽收音機 未必是想聽你 好像上課 這樣做什麼 然後 然後 太雪教 其實那時候 是因為我不會做 那他對我來說 最安全的做法 那我就說 算了這樣做 但做了一段時間 我就發現 其實不應該這樣做 是你自己發現 還是我自己發現 我自己發現 通常很多事情 都要自己發現 發現 還有另外一個指標 就是 因為我每晚會 去買回臉書上去Facebook 那你的讚數 你就會知道 然後慢慢把它 再調整一下 就變成 譬如我剛剛說 廣東歌的歌詞是重要的 而歌詞 我覺得在某程度上 記載了 那麼多年 即不同時期 香港人的 某種心情 或者意識形態 現在廣東歌 都記載了 現在的香港人 正在想什麼 還有共鳴的什麼 那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每一晚的Playlist 都應該要是 那一天 香港人的一個日記 我覺得那些歌 原來是記載了 你某種的心情 覺得大家 都是需要用那些歌 去抒發的 就是之後的Approach 我就會變成這樣 DJ 我覺得某程度上 如果你這樣 把歌 播給大家聽 都是一個藝術行業 你覺得 你貫注的Energy 有沒有關係呢 或者那一晚的心情 會不會影響你 播一些歌 聽眾聽到 會聽不聽到你的心情 聽到 我經常聽到 這幾年我經常都聽他的節目 你感受到他什麼 感受到 特別當社會很動盪 或者是情緒 全個社會都很低層的時候 你真的感覺到 或者有種怒火 怨氣 到有一個時期 可能會輕鬆一點點 絕對聽到 所以我很慶幸可以 聽著 我除了喜歡這節目 我都很喜歡聽手音記 我從早到晚 有幾個時段 都一定會聽手音記 現在的媒介 這麼豐富 這麼多平台 這麼尖銳 這麼尖銳 簡單點聽天台 不是 不是 而是我純粹 用我自己的角度出發 以前就是 我開車一定會聽手音記 現在開車都會聽 但是比例少了 現在的世代就好像 很多很多東西看 有YouTube 總之九十幾個媒體 你看到 也有很多東西看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電台的存在空間 我的意思是 不是故意 聽不聽 你覺得電台這個事業 你們怎麼看 會不會是因為你這樣 就不關事了 應該不是 我覺得這幾年 反而有了一種機會 或者有一種逆轉 甚至乎更 像剛才說的 樂壇 跟社會之間的關係 電台也都很類似 大概五六七八年前 很多人都覺得 好像你所說 都有點像戲院被衝擊的時候 但是戲院都照顧很多人看 當然現在的時期又封了院 但是其實我覺得 電台和戲院 或者從書本 就是那種analog媒體 都有不接近的感覺 就是那個很人性化的一件事 有人氣的所謂 就是主持人的角色 或者那種溝通 甚至感情 我想這幾年有什麼改變呢 社會 世界 疫情 很多人離開了香港 我想我們現在其實 很多聽眾都說 我現在在三番市聽著你 我在倫敦 我在延遇 我在延遇 現在可以聽回來 而且他們很喜歡延長即時聽回來 阿卡是這件事 他們很喜歡同步地聽我們的Line 我覺得這個可能 大家會在這裏拿回一種 香港的聲優 一種故事 或者特別如果廣東歌的時候 更加有那種親切感 我就播了九成九英文歌 但是也有些人喜歡聽英文歌的 電台 反而現在多了這個機會 至於你說 和樂團之間的關係 我也可能 有一個可能的見解 我也會覺得 這兩年好像 頒獎勵 或者新人 或者有獎牌 是辣絕了一點點 但其實不只是他們 做Hip-Hop 有一堆 Hip-Hop 有一堆 跳舞 有一堆 幕後人 有一堆 剛才說的填詞 又有一堆新的名字 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又會懂得珍惜了 而電台 有沒有實際數字 多了能聽 我覺得那個不是最重要 反而是那個氣氛 我們的角色 和你剛才所說 是不是一門藝術 我不敢說 我個人覺得一定是 但除了藝術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電台或者DJ的角色 或者那種事名 就是和時代和我們的人 一起去生活 一起呼吸 無論你在哪裏 我們講的故事 都希望可以 一起熬過一關 或者開心的時候 一起開生活 你怎樣看 如果Ferran剛剛說 電台是 或者DJ是藝術 我覺得電台就是一個展覽 就是不同人在不同地方 不同時間 展示他們的藝術 而那樣東西 其實是他們很相信的一件事 而我覺得在這個年代裏面 最值錢的地方就是 他們是不受like數 和不受share數 這些東西的影響 例如其他東西放在外面 其實很快就會被世界打殘 即是當你沒有人看 沒有人like 沒有人share的時候 你就自然 那些人都叫你不要做 你自己都會想 是不是應該不做呢 好像我的頻道 就一定要做下去 這麼多人看 是啊 你會熟的 是art 但是電台其實 你可以躲在山洞裡自己做的 那你就可以慢地做一些自己很相信的事 而我覺得這個世界 是需要一些自己很相信的 而不是其他人需要去看 或者需要去聽的事 那個世界才會健康 說得很好啊 信念 如果沒有這個信念 其實就是很多事情都不用做 是 電台或者那些聽Podcast 那些你聽的樣子 嗯 你純粹就是靠聲音去吸引那個觀眾 我覺得那個難度很高 所以你們做DJ做得成功 可以吸引到那個聽眾 坐定定 聽完整個節目 是比有視像看的 因為你視像可以有些畫面吸引你 很多人開著那個3K家裡做事 他未必是很留心聽著 我以前都會這樣 但是會突然聽到 很精進 會放下你做的事情去聽 嗯 也因為可能只是音樂 變了 其實方便一點 你可以去看布置 看書 或者在家裡煮飯 洗衣服 但是如果你看片 你不要一直炒菜 一直看片 就是這個很舊的說法 但我依然也是相信 就是那個想法 你看不到畫面 那件事才厲害 是啊 以前哪看到DJ什麼樣子 就是這個不說樣子 很多幻想 你在播放那首歌 嘩 你可以自己 你的腦裡拍一個MV出來 或者你根本不需要MV 你只需要3分鐘 但你有畫面在衝擊你的時候 或者有視覺在挑戰你的時候 或者在刺激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平時已經是這樣的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真的讓我聽一下就可以了 我只想聽歌 因為我不想看MV 有些人喜歡看Youtube 就來聽歌 但我真的沒有辦法進入這個世界 暫時也是 我還能播放在唱片 就算眼睛放空 看著外面的山 我都靈驗這樣 Walentine 普遍那些嘉賓 我們不可以叫做不務正業 但是沒有一個正常上班模式 除了智中 少數 沒有少數 好正常 每個都是freelance 現在Colin你也是 Quit了商台做DJ 這個穩定的工作 這個我真的很想探討 每個嘉賓我都想探討 你的勇氣和轉變 為何走這一步 我告訴你 是很多人很想知道 你剛剛是穩定的 對很多人來說是Comfort Zone 但其實Comfort Zone 不太過Comfort 我覺得是 因為做了太久 做了十年 畫了哪些東西 又不是畫了 我覺得還沒有畫 但是你會感覺到 其實你一路做多十年 或者做多五年 你不會知道可以突破多少 但其實我那一刻 我已經是不斷地想嘗試 很多其他不同的東西 譬如做DJ的時候 無緣無故幫你去拍一張碟 我不是專業 但是他有信我 我神經病 他是神經病 大家都知道 他是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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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幫其他藝人 做一些創作專輯的工作 做演唱會創作的工作 你將會少了一個追蹤 哈哈哈哈 立即 不是 他不會的 他不會的 所以 在那一段時間 剛才探討其他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都蠻好玩 好玩歸好玩 你要跳出去 創作一個穩定收入的環境 那個勇氣是從哪裏來的 我想是去年 我是踢歌 上年真的聽了神靈儀的風的嚴狀 那一段時間 我剛剛做完展覽 一段時間 我做完展覽 然後聽了神靈儀 其實那一段時間 我已經不斷在想這件事 又或者正確地來講 我是在我做明確之廣東的展覽 就是2021年的6月 那我開始這個project的時候 就是2020年的6月 其實在那一段時間 我一直在想 我是否要離開呢 但當時我在想 我不應該做了一個工作 在香港裡面這麼多年 但我說離開就離開 我沒有一些東西留下 因為那一心機最黑人生的地方 是我留不到任何東西在那裏 全部是聲音來的 那我就很想做一件事出來實體 我自己是留念 或者聽眾留念也好 然後就計劃了 明確之廣東歌這件事 用一年去搜集 那麼多廣東樂壇的事 然後將它變成一本書 變成一個展覽 903本是不是買了 對 真的有做功夫 多謝 還有沒有剩下 我先去 我買一本 因為到之後 做完這個展覽之後 那一期其實我很興奮 做到很興奮 我沒有想過走 走不走這些問題 因為真的太有投影 但當我做完之後 我在想 其實我是不是還需要 繼續在這個地方 去做多幾個這類的項目呢 然後我就得到一些什麼 即不是說很實質的東西 即是我探索多了幾多東西 那我不知道 然後 既然都不知道 那我就不如出去 看看有什麼發生 那些狗都幫你們打氣 那你有沒有跟阿智忠聊過 有 我們聊了超過一年 聊了超過一年 當然不是說怎樣 那些 說了兩遍 因為我都經歷過 我也是少少國內人 首先我覺得 他會很想知道自己是怎樣走 再不可以去這個面子 我覺得很多人都不會 那很多人都沒有 有得回去 有得做就做 那我首先這個 就是阿智忠 第二就是 他在那個大項目裏面 都是做了很多能量 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東西 做得出來 那我覺得就是第二個 第三就是 他可以有一些 剛才你講的做創作 攝影等等 那些其實都是可以 創出去試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件事 都不是一個終結 只不過是人生歷程裡面 很年輕的 十年 都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實際上 當然都不簡單 但是我不可以幫他做決定 不可以介紹你進去 你怎麼幫你走 我怕我沒有說這種話 也不可以說這種話 因為 我肯定的 始終是他自己 早前我們說那個 去芬蘭的那個 如果他不是有這樣的決定 他不會去到這麼神奇之旅 這個神奇之旅 我想都是很影響 對於世界 對於人生 我覺得去到那一站 你就會知道 那些決定是為了什麼 或者之後會有什麼會發生 但是你跟著 其實你已經做了很多 那些後期的事情 準備要出擊 還是怎樣的 我走的那段時間 其實我沒有計劃任何事情 所以我沒有計劃 買機票 即是肩裸詞 肩裸詞 除了是浸會的 那個兼職的工作 那時候是一個禮拜翻一天 即是夠我交租 以及不能死 然後其他我不知道 即是探索 然後就開始 很慶幸地慢慢找我去做 藝人或者專輯的創作 演唱會創作的工作 然後還有一些幕前 即是你的IG 就知道會看到 即是Hashtag 那這件事的Believe 在哪裡 如果我之前 我存了十年的東西 我到現在拿錢 之後那些東西 不會回來 又或者不會變成一些工作過 那其實我再繼續做多十年 其實都是不好意思的 那我就寧願 如果原來真的沒有的話 那我不如去試試駕Uber 即是我做其他東西 為什麼每個招呼都是說駕Uber 你幾次去駕Uber 不知道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就認命 那我就去做其他東西 那我一定會做到事情 即是總會有出路的情況 是的 我想你做其他事情 都是圍繞著你的興趣 或者你的強項 音樂 現在你攝影 不是啊 不是啊 在玩攝影 不是啊 我只是亂拍的 神經病 好像導演那樣 你真的在導演面前說這些 真的亂拍的 我看你拍得不錯 導演你有沒有看過他拍的 你拍得不錯 是的 有風格 不單是風格 有時候會感覺到 你拍照那一刻的感覺 你想表達那些影 我看到你在他IG留言 你拍得好 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 我要說出來 是的 好啊 我們說回來 這樣就可以在這方面發展 其實DJ 如果現在還有朋友 有興趣這兩個字 或者對於這是一個工作來講 其實我覺得還有的 如果年輕人 或者你們的下一輩 下一代 或者朋友的兒女想做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好玩的一件事 好像你現在教大學那些 都是一些廣播課程 有一天我和你客席 我看到那些學生 雖然他們 最初兩小時都要開營 最後大學才要開營 但是我覺得 他們二十多個人 想報這個課程 都想拿一些東西 想試一些東西 不要再拿 我覺得試 他可以試很多東西 但他選擇廣播的 或者做DJ 我始終覺得這個媒體 或者藝術 或者這種手藝 是未死的 可能是 是不是黃昏直揚 我覺得 可能 但是我覺得那件事 也可以從同時間 他是很神器的 很潮的都可以 我想 是看你怎樣處理 還有你怎樣去拿你的素材 好像煮菜 或者Display 你怎樣去塗碼 令到他人們會覺得 你還挺有趣 還有些東西玩一下 好像這兩年 我會和這群好朋友 在玩星星波 我現在帶上去 程浪做替工的時候 那天又帶了一張 我覺得這個是 我一個新歷程 雖然這件事 已經是千年古事 但是到這三幾年 就成為了全人類的某些人 我可以說全世界 對我來說 是一種新的探索 在聲音上的運用 後腔之類的 你們做了搞音樂 你不是搞音樂 英國說接觸音樂 用音樂帶給世人 但是你自己本身 你覺得音樂對於你 你的人生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改變 是不是很普遍 我突然想說 都要問嗎 那我接答你 是啊 這應該是你的生命 差不多是 好像這樣說 好像有行 不過就是 我只是想看看行的問題 你怎麼回答 等於我每次找一個訪問嘉賓 最後都會問 What is music to you 其實這個可能 你放在最後 我就當作什麼 還不是的 我們只是當作一個環節 不要緊 我玩你而已 回到最基本 最根源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還要開幕 還要播歌 還要聽歌 還要看歌詞 為什麼還要做一個新人 或者為什麼還要訓練年輕人 去做音樂 我想 那就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如果說得很像什麼 很誇張 Love 我覺得 為什麼連玩聲音波 我都找到一種 新趣 新意 就是因為 一種這麼古老的 古老十八代的東西 但是突然之間 好像和我相關了 和我世界又有和應 我加上一把聲音 的時候 又有些新的發學了 現在很多人都不會買的 但是我覺得 都不是最重要的 核心的問題 而是那些音樂 不是買到 他做了一首歌 我今早又重溫 那單B 艾瑞珠的新碟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這個新碟 又是另一個層次 他十六歲 看到現在二十歲 他對我有和應 但是對十幾歲的妹妹 對幾歲的妹妹 弟弟也有和應 為什麼可以呢 我會想這些問題 這是理性的想法 但是我的感情 我這樣聽他的歌 我都會感動一下 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帥 那麼多問題 你已經知道 我針對廣東歌 不如這樣 因為你始終是代表英文歌 英文歌那邊 中文是 你覺得你成長聽廣東歌 是對你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這個更普遍的問題 他有他的答案 不如我這樣問 你追回你做過的項目 你可能要看以前的歌 聽回以前的歌 即是我們那一年代 是聽譚詠倫文歌 你那一年代應該要聽 《四大天王》 不不不 隨便相信 隨便相信 那一期 或者梁漢文那些 是不是 你要追回 聽回以前的歌 你有什麼感受 會覺得以前的歌 真的很聽Vu 又沒有這樣去想 但是我會覺得很神奇的是 就是在追回那麼多年的廣東歌裡面 我就會開始分到 究竟哪些是值得做的廣東歌 這樣說好像好什麼 不是 有些廣東歌真的很時間 譬如答明的廣東歌 他近這兩年去搞一個replay的show 他找回當年80年代尾的專輯出來 重新再翻玩 但其實你在那個show裡面的 content 你感覺到是 這個年代都會用的 是 那我就覺得這些真的很厲害 就是當我去播廣東歌 或者我去做一些廣東歌的時候 其實我會不會都可以 向著這個方向去想位出發 嘗試去做這件事呢 那我就很希望自己可以做到這樣 就是一個是某一陣的意義 那另外一些意義 可能純粹娛樂都是一種意義 或者是商品都是一種意義 但是當回索這麼多年的歷史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如果要做 又覺得好玩的話 就好像向著這個方向去進發一下 OK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不要說玩遊戲 很涼的 我們不是那些玩遊戲的節目 我們兩位呢 都是搞音樂 做DJ播歌的 是不是 那應該應該懂很多歌的 是不是 那始終代表英文界 好嗎 英文歌 OK Colon代表廣東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零極限的修蘭博士 說的那四句說話 就是對不起 愛你 請原諒 還有謝謝你 你們會用什麼歌 去代表這四句說話 譬如Sorry 英文界 請先發言 好 原本真的打算找一些很行的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那些 聽了幾年 但沒理由 然後Midonna Sorry也跳得不錯 我終於都丟下了 選擇一種是不用Sorry 來講Sorry 不用Sorry 來講Sorry 而且是跟自己講 多於跟別人講 那你跟著就可以跟別人講到 那這個 是V-Liadish最新的一張唱片 Wer Than Ever 裡面的開場叫 Getting Older 其實是說他一直成長 他十幾歲開始走行 都面對很多壓力 很多自己的壓力 然後常常 放過自己 明明自己很難受 很不開心 跟著身邊的家人 就是他爸爸媽媽 更加不開心 正 那這首歌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程度 講成長 講對不起 嗯 然後 我想他父母 如果真的看到這首 聽到這首 或者就算不是也好 就是每一個人 在你 通常 你 最值得說 或者是最想說 對不起的時候 就是 我們覺得這個世界 是我最大的 或者是 這個世界什麼都不是 我才是 但是 這個狀態 我覺得很好 他可以把自己放得很低 但他也不是我看小自己 OK 那如果 我想跟別人講對不起 那先聽一下 Billy Eilish 這首歌先 是的 讓我們 還是點這首歌 給那個對象好一點呢 你喜歡 兩樣都可以 點唱時間 我發揚的廉話 好了 那廣東歌有沒有哪首 可以 我想了很久 這四個問題 都搞不定 我搞不定 You Say Sorry 我會選 Wyman填詞的 就是 我覺得我不可以選一些歌 就是跟你說對不起 我覺得整件事是 我看你之前的節目 真的很 身心靈 是呀 宇宙 那些 反正是真心靈 反正是宇宙 我覺得 兩個人之間 就是 要做一些對不起對方 或者是 或者要 Say Sorry 那樣 總是有某些千絲萬流的關係 在裡面 而這個 就是大家之間的債 其實是 是已經 一早已經安排好 那我覺得 如果用這樣的比喻 或者用這樣的意念 去擺一段關係 其實我覺得不單止 是說對不起 亦是令事情變得很浪漫 嘩 好厲害 你覺得那個債是安排好嗎 就算我對不起那個人 我做了一些事情 對不起那個人 都是安排好的 是呀 是因為這個安排 令到我們今世 因為這段關係 而學懂那些事情 嗯 可能是 那言下之事 即是不需要說Sorry 或者是 不需要道歉 可能也是歷程的一部分 是 我不知道 但其實裡面 其實是有道歉的成份 只是 不是純粹說一句對不起 好 難去再見 算被 自欠的賊 那這個可以跳去第三句 因為第一句是對不起 我愛你 第三句是請原諒 嗯 對不起和請原諒 有什麼分別呢? 哈哈 抱歉 一個是Sorry 是的 即是我說Sorry 是未必需要 不是 未必等於別人會原諒 是 所以就要多一步 是嗎? 你說Sorry 別人未必需要原諒你的 嗯 像你所說 如果那個債是註定了 可能Sorry 也不用說 但是你可能也是需要別人原諒 是的 你越來越哲學性 那我又回不到你 哈哈 我回到那些 很模糊的音樂 世界 不過也對 因為我在《Forgive》和《Sorry》那兩首歌 我曾經想過將它SWAP 但後來我也是選了 我用了《Forbidden Color》來禍應你這個《Forgive》 對 David Sylvian 和版本龍日 一來是因為戰場上這塊《樂聖誕》 有《Risks of the Lawrence》的主題曲 這個是有歌唱版 是由Sylvian填詞主唱的 很明顯這部電影是我自我一部 亦都在說那種有很多複雜的愛 亦都在說很多複雜的關係 有打仗 熱戰的背景 有David Bowie在中間 不過就在這裏 那種原諒 或者那種複雜的情意 去到 都用《Forbidden》來做了一個議題 禁式 《Forbidden Color》 我覺得 想了很多選擇 但我也是用了這個選擇 因為這個很直接去到我自己成長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首歌或者電影 提議了一個世界 其實原諒 好像在電影裡面 放給了一個軍官 David Bowie是一個戰法 他將它解決了 但中間是有一種很微妙很曖昧的愛 那種是被禁的愛 當然那些是 每個人的詮釋都不同的 所以我就覺得 原諒或者對不起 其實都是很曖昧的事情 有些人都說 不是我 原諒 不過我不會忘記 英文經常有一句 I can forgive them 那就是未原諒 是啊 但在這部電影裡面 或者這首歌的境界裡面 我覺得是很高的 很多東西是被禁止 或者是可以做 但其實我已經超越了 所以這首歌每次聽 或者每年聖誕都播的時候 其實是給自己一個 類似這樣 我不知是否叫重生 或者是重新的一個思考 或者是重新感受 但本來是配樂 兼做男主角 David Bowie也是那個男主角 不過最近都因為 這個好笑 不是找Bowie唱 其實這件事都引起了一個歷史上的風波 那Bowie如果沒有理解錯 都是有點不開心 但是他有沒有原諒我 那找了誰唱呢 就是David Sullivan 就是他的 那也是David 那這個我不想回應了 但是呢 更加重要的就是 很多人 剪掉他 剪掉他出來做bromo 做bromo 好 這個也是一個題外話 就是為什麼不是David Bowie唱 為什麼是David Sullivan 根據版本1的版本 還有我們所理解 他就認為他更加適合 又或者他寫了一個詞出來 那個異境上面是很配合的 雖然在電影裡面 是沒有出現到這首歌 反而是一個後來剪出來的MV 所以這件事本身已經是一個很 很需要原諒 或者裡面都牽涉了很多關係 錯了複雜 可能有妒忌 可能是有權力關係 等等 因為Bowie已經是一個超級余星 而版本1只是一個初歌 你做他挺好的樣子 我剛剛做軍官 你做吧 但是他那時候又說 我做都可以 你給我做配樂 就是一個這樣的年輕人 你覺得如果是他 哇這件事的話 應該導演不會原諒他 他也不會原諒自己 但也因為他知道自己可以 所以他的首歌 無論唱不唱那版本 是成為了他的抗世之作 以後全世界的人聽到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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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這幾個音 如果用價值來講 已經是連成 並沒有價 所以這個很複雜的關係 我就用了來做 哇你整個碟 整個歌 整個戲 都是充滿那個請原諒的那樣子 是啊快點去看 還沒看的 我看了就坐下 哈哈哈哈哈哈 OK 那Colin廣東歌是有哪首啊 哇我昨天想起這四個 真的想了很久 因為 Say Sorry 不是很討厭我這麼晚 不是 因為我應該早點告訴你 因為我很想想好他 是 好笑今晚 例如Say Sorry的歌 和請原諒的歌 我想了很久 那兩首歌的分別 究竟應該是怎樣 是 然後想了很久 然後我就發現 Say Sorry 應該是 那一件事是 那一件事是 然後請原諒那一件事 我覺得不是對對方 而是對自己的 因為我覺得 當我得罪了一個人 因為令到某一個人不開心的時候 Say Sorry 是我基本的責任 然後請原諒這一步 我覺得其實已經是做多了 其實我是沒有資格 要求別人原諒 對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 我需要原諒自己 弄壞了一件事 或者弄壞了 對 或者心結放在我那裡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 我需要原諒自己 我才可以繼續 或跟歌音進行更好 對 OK 所以到最後 我選了一個 go with the flow 不想再去等 等請救發 我們第三個是什麼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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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愛你 而同樣的歌曲 Love很有趣的人 Love is real, real is love 他是將它倒裝回的 Feeling love, love is feeling 我很小時候去做DJ 20歲頭的時候去播這首歌的時候 有機會第一次播這首歌的時候 手抖了黑膠,跳了豆 那時候不是借一碟 不是Library,雞皮袋借出來的一碟 然後去播 然後演出很靜的 一直在飛煙 那你會覺得是不是在飛煙呢 那感覺是 我永遠都記得那一次播我Love 將這首我很愛的人的一首歌 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想選這首歌 也因為如果沒有John Lennon 在我或者沒有Videls 在我的成長裡面 可能我對於愛的體會 我的看法是不會那麼強烈 也都是推動了我去愛音樂 愛世界更加濃烈 以及激烈的其中一個人的提示 馬上問你 John Lennon Beatles 版本龍一 DM最愛是誰 你這樣是一個不公平的人 因為他在我心裡 都有不同的位置 令到我可以去一個 一個船 在那邊轉 不過說起點 起點是因為我六七歲的時候 聽到家裡的音樂 是 Videls 是Videls 是Videls 慢慢我再看 John Lennon的歌 Promantani 我就走了 去John Lennon 多一點 公道一點 沒有Videls 都沒有John Lennon 都是的 如果沒有John Lennon Promantani也沒有Videls 那算吧 很難 很難 真壞 你呢 王遠之的《好時辰》 那首是事外的歌 遇上你太感恩不辭亦不早 時間很重要 哇 很尷尬 你一想又想到這首嗎 還是你有幾首篩選出來這首 一想呢 首先 然後再想一下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我還沒想到 看這四句話 其實我覺得最難是愛 我愛你 因為我愛你 你說的這件事 其實普遍人一聽 可能就是男女關係 但是男男 我跟你都可以愛你 阿黎宏洋經常說 I love you 死仔 就是 這些 愛 你超越了男女之間的愛 或者是 愛情那種愛 反而我覺得 更難 去說出來 所以其實對象是至終 剛才說他的歌詞 遇上你太感恩不辭亦不早 如果不是這樣 我先點入商台 那種愛 是出於你自己 等於你愛John Lennon 你愛他 所以你今天選了這件事 或者你愛 反門龍一 那種愛 不是男女那種愛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是最難拿 的 現在這個世界是講大愛 這件事 那你怎樣去表達大愛 所以這首 Love 其實它都包含很多 最初是一種 比較intimacy的情 Romantic Love 但是慢慢都好像以前你上課 有一科是講 Love 那科真的挺難教 叫做Lennon 對 但是它裡面其實都可以給你幻化到 剛才你說的那種 超越很多種層次 或者關係的愛 甚至去到中度的愛 大度的愛 對 所以Lennon有這麼多人愛 其實可能都是因為 他的事很簡單 但是你慢慢在裡面轉轉轉的時候 你會 會不會最主要是他死了呢 你又問這種問題 我不想回答你的問題 不是 這個我覺得 會不會 是真的 會不會有些偶像 你去到某些年紀 香港也發生了 有些偶像去到某些年紀 是跟我們以前 喜歡的那件事 可能你的印象是不同了 但也因為可能他離開了人世 因為Bowie 我今天沒有機會選Bowie 但是其實他的歌 都經常在我們身邊響起的 我昨天晚上 或者錄了這段 我們有看電台合播 我覺得這個 不存在在我們周圍 在我們眼看到的世界裡面 到底是我們更加珍惜他 還是那個佔我們心裡面的位置更大 這個值得想的 我覺得反而是 你的愛是與日俱增 因為他不存在一個 在現實生活 他會表現一些負面的東西 讓大家接觸到 你對他的愛 只會越來越加深 你永遠都不會看到他 在另一面 可能會不會是這樣 所以應該兩地 二地亂比較好 哈哈哈哈 好像我們跟黎陽一樣 對 很愛我們 所以經常有些事都說 黎陽你不要回來了 你留在墨西哥 很簡單 遇上你太感陰 不似亦不走 《Say Thank You》的歌吧 這個遊戲很難想 因為我沒有 這個不是遊戲 要想個對象 要想個對象很難想 然後我覺得不是對象 可能是一個情況 去到哪一刻 我覺得那個 最厲害的 可能是到我臨死一刻 即是到我臨死一刻 我要說 我覺得那個 應該是最厲害的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只想起了 真是黎曉陽的黑鏡 哦 我沒有了 這個 梁柏堅田的 對 這個 羅海同 羅海同 林九泰 林九泰的禮物 即是 它裏面的歌詞 其實是 橫跨了 經歷了很多人生 而加這個不同的感受 的歷程 然後去到最後 其實就是 人在世間那圈 即是我覺得 那一刻 如果可以用這個心態去完結 而對所有的歷程 對這個世界去感恩 即是一個 謝謝的 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一個 挺好的 這個 相對不難 謝謝 這個 因為這一排 由秋天我到現在 經歷了冬天春天 再加上我們的旅程 其實都好像一個主題 我在房間 一直播著黑膠盆 一直跟他們一起聽 跟他們一起聽 這些歌 就是 夏威夷 那個彈奏曲 很厲害的那個人 找到Jack Johnson 還有一個原住民歌手 Paulo Pucco 翻唱了66年 Stevie Wonder A Place in a Sun 但是那個心意 那個感覺 去回應你那個 叫做多謝 謝謝 那個議題 所以他不是直接說 謝謝的 其實是說 我們人生有少少少苦短 或者是 從出生到現在都好像都很顛沛流利 但是我都要找一個在太陽的地方 都總要找到希望 其實他在多謝我 在經歷這些苦難 我要多謝我身邊的人 跟我一起走 一起找個陽光 一起找個希望 都不只是我自己 我每次播 或者有些人會說 哇 很無管動 然後問這個版本在哪裡 他們知道是舊版本 有些當然是當新歌 所以這些首歌 A Place in a Sun 是很想用來 在剛好一二二年 還是現在大家很多 很 unknown的情況之下 還是很無奈的狀態之下 都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就可以飛 但是我也相信 快了 日本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再飛 真的會再飛 富士山 富士山見 富士山見 哈威 Aloha 所以其實這四句 我覺得 會不會 未必需要 是 即是用口感 可以播出來 可以播出來 You got to find me a place in the sun Bye Bye You know it's Wellington Time I'm M M